另外卓西乡以天主教或是基督长了教会的信仰居多 因此乡公所从六年前开始就举办了全乡的圣诗歌比赛 借此来宣扬天主基督之爱 而今年一共有17个教会堂口报名参加 透过镜头一块来到现场感受圣诗歌曲的洗礼 活动一开始一连串的颁奖表扬木龙环境清洁竞赛 成功借烟酒冰者以及乡类宗教文化成员干部后 各教会堂口众所瞩目的圣诗歌歌唱比赛也正式展开 不仅是圣诗歌的展演 多数队众更是与自己的主语宣扬传唱天主基督之爱 浓厚的宗教习庆氛围弥漫全场 主席乡第六届圣诞节圣诗歌歌唱比赛 今年总共有17个教会堂口报名参加 在联欢同情之余也就由宗教信仰良善观爱的心 共同祝福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朋友圣诞节快乐 以感恩喜悦温暖的心携手迎接2021的到来 办理全乡联合圣诞会已经第六年 那么夜里也有水准 舞台还有主持人也都有经验 我们的工作团队也都可以办大型活动了 所以我们这次就扩大 不管是我们的奖金 我们的人数 我们的奖品也都有增加 17个教会堂口轮番上台演唱 全场礼授诗歌的洗礼同时 最后比赛结果出炉 获得优胜的教会堂口共有7名 各班发奖金3万元 而优等的10名队伍则是5万元 记得石玉兰卓西采访报道